2023年的5月底 美国的国家安全顾问Solomon 和中国主持外交事务最重要的 政治局委员王毅 两个人在威尔纳见面 在这个见面之后 美联社最新的消息 Blinken将在6月18号 美国这位鹰派的国务卿 访问中国 习近平可能会接接 支持美联社最新的消息 各位会可能觉得 去年的时刻 好像听起来战股平然 台海战争马上就要发生 美中不喜一战 为什么今年所有的曲调都变了 很多的原因 其中有一个是美国有相当多的 外交专业的学者 这些人很多是隶属 美国外交政策协会 Consul on Foreign Relations 有哈佛大学长期 非常受到敬重的外交学者 这些人对于拜登政府 对于美国长期的外交政策 都有很高的影响力 他们最近都对美国提出警告 他们认为美国不断地想象 有一场战争 不喜一战 事实上美中之间的战争 是一个不会有胜利的战争 没有胜利的一场战争 而在这个情况里头 他们认为美国不断地 释出一种不喜一战 赌一把 这种讯息对于美中之间 将来的发展是非常危险的 所以他们认为美国应该开始 和中国讨论往非战 就是没有战争的方向去讨论 彼此如何在冲突当中 降温成竞争 再从竞争里头讨论到 如何没有战争 如何避免擦枪走火等等 美国不应该任何一个总统候选人 为了自己的选举 或者是他所想要内部 得到的经济的发展 或是整个战略上后的围堵 而最后导致了第三次世界大战 是这一些重要的外交专家 主要的看法 请看我们以下的分析 We met him last month on the aircraft carrier USS Nimitz deployed near the U.S. territory of Guam southeast of Taiwan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r PRC You've been operating as a naval officer for 40 years How has operating in the western Pacific changed? In the early 2000s the PRC Navy mustered about 37 vessels Today they're mustering 350 vessels And if China invades Taiwan what will the U.S. Navy do? It's a decision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a decision of the Congress It's our duty to be ready for that But the bulk of the United States Navy will be deployed rapidly to the western Pacific to come to the aid of Taiwan if the order comes to aid Taiwan in thwarting that invasion Is the U.S. Navy ready? We're ready, yes I'll never admit to being ready enough What would you say the state of the U.S. Navy is today? I think the Navy has not received the attention and resources that it needs over two decades I mean, I served on six different ships Every single one of those ships was either built during or a product of the fleet that was built in the Cold War If we don't get this right all of these other things we're doing in Congress ultimately that might not matter 长达两个多月 如同一片乌云罩鼎 在华府上空 挥之不去的债线危机 终于在六月初 拜登与中研议长麦卡锡 达成条件交换协议之后 顺利通过国会两院表决 解除了国债违约的空袭警报 在删减过后的预算案里 多项社服 外交与外援开支 都被在野共和党 打到一挥 砍得不留痕迹 唯独在对台湾 和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上 法案里开出了例外条款 必要时 华府仍可对这两个国家 紧急拨款 不受举债上限的限制 同时拜登政府原本所提 8860亿美金的国防预算数字 也被国会远风不动 一毛未山地报复了下来 表面上看似国会 对白宫表达了尊重 但实际上 这却是有史以来头一招 华府当局所提的原始国防预算 没有被加油添触 再追加补上各种军国采购项目 换句话说 共和党方面 虽然为了防止倒债 和避免债务堆高等因素 勉强放行了这份预算案 但国会里仍旧有鹰派人士抱怨 拜登的军费变得太少太低 让人忧心 美军和解放军之间的实力差距 会越来越缩小 甚至被中国迎头赶伤 有296船在军队 今天 以这个计划 在2025 会有286 如果我们继续 在军队的军队 会有290 中国军队 今天是340 在2025 他们会有400 在2030 这次能量都会有440 这次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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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个小小小的美军 在一场 中国军队 是增长的 并且是增长的 因为现在 美军队 不一定是增长的 能够 军队 能够得到 亚军队 即使达 打华 但 如果中国军队 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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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人 即美国前国务卿 季辛吉对美中国共存提出他的呼吁与看法 那一名知名的现实主义外交学者 哈佛大学国际关系教授史蒂芬·华特 日前也在《外交政策》期刊上发表文章 指出华府政坛目前弥漫的恐中情绪 以及因而推导出来的 美国必须砸下更多军费 以维持军事领先地位的普遍心态 其实是一种非理性的推论 不止启文忧天 而且有可能身高两边的敌意 进而引发一场竟是由美国自己一手点燃的 中美霸权火拼 分别从外交现实以及历史案例 两个角度来分析中国开战的可能性 华特教授的文章首先从历史面切入 点出无论是法兰西王国的路易十四 做皇帝梦的拿破仑 还是两次大战中的德国 以及二战中的日本帝国 这些满怀扩张野心的国家和独裁者 追逐区域霸权的结果 非但先后均以失败告终 无一例外 而且南征北讨惨遭各国围剿的结果 更使得自家国土沦为废墟 经济显出黑暗 很长一段时间内 国家都因此与证杂力 有这么多的历史硬件在前 华特教授认为 今天中共领导人重蹈 前人复彻 鲁莽叫占美国的几率 为时不高 事实上地缘争执中的常见场景 是每当有一国想要称霸 临近国家都会产生极大的动机 相互结盟 对抗单一霸权出现 二战时期高达15万人的多国部队 在美军降临艾森豪的以身令下 前步后继 涌向纳粹阵地的诺曼底登陆大作战 以及此次俄乌战争中 北约国家齐心抗俄的表现 都是现成的突出力震 这种心理面因素 往往在一个国家或族群 面临外力欺凌时 以强烈的民族主义心态表现出来 让企图称霸的国家难以得逞 就像目前正在无尽陷入民奥的俄军部队 至于现实成功 今日解放军若想在亚洲称霸 必将立刻面对来自印度 日本 澳洲等区域竞争对手的抗拒 其中印度拥有核武 日韩则是可能引进美国核装备 来压制北京的进犯野心 中国内部的鹰派主战声浪 无论多么高张 都不可能对核武毁灭的双输现实 装作视而不见 华者教授认为 美中之间相隔大洋 没有任何一方能够占领另外一方 因此共存是必然也是必须 然而若是从赛局心理来看 就算是中国出兵的几率不高 但华府这一头若是一昧 进行围堵施压 中国的经济发展曲线 又一触顶而年年滑落 当今北京领导人 虽然只有极小的可能 在台海绅士堵上一把 但为了防止此一最坏结局发生 哈佛大学等几位外交学者 在期刊上建议 华府应该不厌其烦 持续释出非战讯息 而不是摆出迎战 或是不喜一战的姿态 表明美国无意破坏 当前的区域军事 降低警察气氛 才能避免对手北京政府 做出不治也不必要的误判 美国外交政策协会 多位专家的建议 或者诠释了为何近期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 在维也纳建中国外交领域 最高首长政治局委的网易 以及下周国务卿布林肯 即将访华的橄榄枝行程 象征着美国对于台海 以及围堵中国政策战略上 可能的大转向